大家好,我是王树森 这节课我们学习蒙特卡洛 蒙特卡洛是一大类随机算法 通过随机样本来估算真实值 这节课我用几个例子来讲解蒙特卡洛算法 第一个例子是通过均匀抽样来计算π 我们都知道π约等于3.1415926 现在假装我们不知道π 我们要想办法近似估算出π值 假设我们有随机数生成器 我们能不能用随机样本来近似π呢 接下来我们用蒙特卡洛来近似计算π 假设我们有一个随机数生成器 可以均匀生成负1到正1之间的实数 我们每次生成两个随机数 一个作为x 另一个作为y 于是每次就生成平面坐标系中的点xy 所有点都会落在这个蓝色正方形里面 由于x和y都是在负1到正1之间均匀分布 所以正方形里面所有的点都有相同的概率密度 正方形里面包含这个绿色的圆 半径等于1 圆星在圆点 刚才随机生成的点xy可能落在圆里面 也有可能落在圆外面 来思考一个问题 这些点落在圆里面的概率有多大呢 换句话说 假如生成1亿个随机样本 有多少个样本会落在圆里面呢 这个概率显然是圆的面积 除以正方形的面积 正方形边长等于2 所以面积A1是2的平方等于4 圆的半径是R等于1 所以面积A2等于πR方等于π 于是概率P就等于A2除以A1 等于π除以4 假设我们从正方形区域里均匀抽样n个点 那么落在圆中点的数量的期望是P乘以n 这是因为重复了n次 每次落在圆中的概率等于P P乘以n等于πn除以4 期望有πn除以4个点落在圆里面 注意一下 这只是期望 并不是实际发生的结果 如果你抽n等于5个点 可能全都不在圆里 还有一个问题 给定一个点的坐标xy 你怎么知道这个点在圆里面呢 还是在圆外面呢 其实很容易判断 用一下圆的方程就好了 圆心是圆点 半径是1 所以圆的方程是这个公式 x方加y方小于等于1 通过计算 如果发现x方加y方小于等于1 就说明点在圆里面 反之就说明点在圆外面 我们均匀随机抽样n个点 通过使用圆的方程 我们发现一共有m个点落在圆里面 假如n非常大 那么真实观测值m就会非常接近期望πn除以4 我强调一下 πn除以4是期望 而m是实际观测值 两者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当n非常大的时候 实际观测值m就会接近期望πn除以4 把这个公式做个变换 把n移到分母上 就得到这个公式 π约等于4m除以n 我们用这个公式来近似π值 大数定律保证了蒙特卡洛的正确性 当样本数量n趋于无穷 4m除以n就会等于π 其实还能进一步用概率不等式 来证明估计值与真实π之间的误差的上界 用Bernstein概率不等式 可以证明误差的上界 反比于根号n 这说明样本数量n越大 蒙特卡洛近似就会越准确 但是呢 这个收敛率并不快 样本多出来1万倍 精度才能提高100倍 这是我们的结论 从正方形里面均匀抽样n个点 观测到其中有m个点落在圆里面 可以把π近似为4m除以n 注意一下 抽样必须是均匀的 要保证点落在所有位置的概率都相同 否则π约等于4m除以n这个公式就不成立 有了求π的公式 我们就可以编程计算π 这是伪代码 第一步要用户自己定一个样本数量n n越大计算量就越大 计算出来的π就越准确 把m初始化为0 用来做计数 第二步是把抽样重复n次 每次从负1到正1的区间里均匀抽样 得到x和y两个时数 然后计算下x方加y方 如果x方加y方小于等于1 就说明点落在圆里面 那么就把m的值加1 重复这个过程 n轮之后就停止 最后得到的m 就是落在圆中点的数量 最后返回4m除以n 作为对π的估计 第二个蒙特卡洛的例子 是布丰投针 也是一种计算π的方法 布丰是法国的博物学家 布丰出生于1707年 大约比牛顿和莱布尼茨 都小了50岁 布丰时代的人 已经会用维基分了 布丰投针也是用蒙特卡洛 来近似计算π值 好处在于不需要电脑模拟 而是可以真的动手去做 毕竟布丰时代 并没有随机数生成器 拿一张纸 画出等距的平行线 然后随机撒一把针 数一数有多少根针 与平行线相交 通过相交的针的数量 就能推算出π 想做投针实验 要先画一些平行线 两条平行线之间的距离等于d 准备一些等长的针 长度全都是l 随机把针抛到纸上 针的长度是l 针可能与平行线相交 也可能不相交 这根针与平行线相交了 再扔一根针 可能不相交 假设针的位置和角度都是均匀随机的 那么针与值有一定概率会相交 通过微积分可以算出 相交的概率p等于rl除以πd 这个概率跟π有关 所以这个公式可用来估算π 微积分是牛顿和莱布尼兹发明的 我前面强调布丰比牛顿和莱布尼兹小了50岁 就是为了说明布丰时代已经有了微积分 布丰有能力算出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有很直观的含义 用更长的针就越容易相交 相交的概率就会变大 用更短的针 相交概率就会减小 所以呢 针的长度l在分子上 如果平行线之间的距离越远 就越不容易相交 反之呢 平行线距离越近就越容易相交 所以距离d在分母上 我们知道针与平行线相交的概率是 p等于2l除以πd 接下来用这个公式来近似求π 随机望只上针n跟针 每根针与平行线相交的概率都是p 所以期望有p乘以n跟针与平行线相交 当然这只是期望 与真实的观测可能不一样 扔完针之后自己去数一下 发现一共有m跟针与平行线相交 如果样本数量n足够大 那么真实观测至m 就会很接近期望值2ln除以πd 可以拿这个公式来近似求π 把公式变换一下 把π从分母移到等式左边 得到这个求π公式 π约等于2ln除以dm 我们知道距离d 针的长度l 观测至m 以及针的总数n 所以我们可以估算出π值 历史上真的有很多闲得淡疼的人 他们不用去工作 成天在家里偷针 这些人做了好几千次实验 然后用实验结果来计算π 得到这些数值 他们发现算出来的结果真的很接近π 这个人的结果是3.1415929 过于接近π 大家不相信他的结果 现在有概率不等式 我们知道精度反比于根号n 重复实验n等于3408次 那么根号n还不到60 根号n分之一的精度 顶多也就是小数点后一两位的精度 不可能像他那样到小数点后六位 就算重复实验一亿次 也达不到他那么高的精度 这告诉我们学好概率不等式非常有用 如果你姿势水平很高 会用概率不等式 那么你造假也可以按照基本法来 不会被识破 你可以自己写个python程序 来模拟不分头针 你从平面坐标系上 均匀采样一个点 作为针头的位置 再从0到360度 均匀采样一个角度 这样就可以确定针的位置 然后判断针是否与平行线相交 从而得到相交的数量m 再计算出π 这是别人模拟出来的结果 只需要100多次就能得到π 约等于3 下一个应用是用蒙特卡洛 估计阴影部分的面积 你上初中的时候 可能见过类似的数学题 图里面有一个正方形 有一个圆 还有个扇形 这几个形状相交 要求计算阴影部分的面积 我不知道怎么样去直接计算阴影部分的面积 但是我会用蒙特卡洛来近似计算 在正方形里面做随机均匀抽样 得到很多个点 一个点xy可能在绿色的圆里面 也有可能在圆外面 通过圆的方程可以判断出来 圆心的坐标是1 半径等于1 所以这个圆的方程是x-1的平方加y-1的平方小于等于1 如果一个点xy在这个绿色的圆里面 那么这个点就需要满足这个方程 通过这个方程就能筛选出来圆里面的点 我们还需要排除蓝色扇形里面的点 扇形里的点满足这个方程 x-2加y-2的平方 这其实是个圆的方程 圆心在圆点半径等于2 经营部分中的点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 必须在这个半径等于1的圆里面 所以要满足方程x-1的平方加y-1的平方小于等于1 第二 不能在圆形里 所以要满足方程x-2加y-2的平方 阴影部分是由同时满足两个方程的点组成的 我们从正方形区域内做均匀随机抽样 得到的点有一定概率会落在这个阴影部分 我们来计算这个概率 这个边长等于2的正方形的面积是A1等于2的平方等于4 设阴影部分的面积为A2 随机均匀抽样得到的点 落在阴影区域内的概率是P等于A2除以A1等于A2除以4 我们从这个正方形里面随机抽N个点 N越大越好 N越大则估计越准确 一共有N个点 每个点落在阴影部分的概率等于P 所以期望一共有NP个点落在阴影区域 NP等于NA2除以4 我们可以用前面定义的两个方程来判断点在不在阴影区域内 我们运行程序发现实际上有M个点落在阴影区域内 如果N很大那么M应该接近期望 前面计算出的期望等于NA2除以4 所以我们得到M约等于NA2除以4 把等式变换一下 得到A2约等于4M除以N 这就是对阴影区域面积的估计 如果你写代码实现 可以这样写代码 首先需要设置一个N值 N越大的话结果就会越准确 但是计算量也会越大 然后重复下面的随机模拟 随机均匀抽样 X和Y都在0到2之间 所以点XY在这个正方形里面 然后用这两个方程来判断 点是否在阴影区域内 如果点XY同时满足两个方程 那么就认为点在阴影区域内 把M的值加1 最后把4M除以N作为估算出的面积 并返回这个值 近似球积分是蒙特卡洛最重要的应用之一 它在科学和工程中有广泛的应用 我举个例子 给你一个函数 比如fx等于1除以1加sinx乘以logx的平方 让你计算这个定积分 fx在区间0.8到3上的定积分 反正我是算不出来 这个函数太复杂了 有可能这个函数的积分并没有解析表达式 有很多科学和工程的问题都需要求定积分 但是复杂的函数通常没有解析的积分 所以只能用数值方法求一个近似值 蒙特卡洛就是最常用的数值方法 我们先来解决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用蒙特卡洛求1元函数的定积分 1元函数的意思是变量 x是个标量 任务是求函数fx在a到b区间上的定积分 具体这么做 首先做随机均匀抽样 从区间a到b上抽出n个样本 即为x1到xn 第二 计算每个样本xi的函数值fxi 把这n个函数值求平均 再乘以定积分区间的大小b-a 把得到的结果记为qn 函数f在a到b区间上的定积分 记作i 可以拿qn来近似i 大数定律可以保证蒙特卡洛的正确性 当样本数量n趋于无穷的时候 蒙特卡洛的结果qn等于定积分的值i 其实还可以进一步拿概率不等式来求出收敛率 可以证明误差反比于根号n n越大误差越小 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这个函数fx很复杂 我们想要求fx在区间0.8到3上的定积分 直接求这个定积分很困难 我不会求这个定积分 甚至有可能这个定积分根本没有解析解 于是我用蒙特卡洛近似 第一步是做随机抽样 在0.8到3这个区间上随机均匀抽样 得到n个样本 记作x1到xn 常用的编程语言都有随机数生成器 全都支持这种均匀抽样 第二步是计算每个样本xi的函数值fxi 然后求平均 再乘以2.2 2.2这个数是区间0.8到3的大小 把结果记作qn 最终输出qn 作为对定积分的近似 刚才讲了一元函数的蒙特卡洛积分 现在来看多元函数的积分 函数f是个多元函数 变量是向量x 要求计算函数f在集合omega上的定积分 与刚才的一元函数相比 多元函数的定积分更难直接求 很难找到积分的解析形式 所以通常用蒙特卡洛来近似这个定积分 具体这样做蒙特卡洛积分 第一步是随机抽样 从集合omega中均匀抽取n个样本 记作向量x1到xn 第二步计算omega集合的体积 这个定积分中的函数是常数1 常数1在集合omega上的定积分 就是omega的体积 记作v 注意 求体积v也需要定积分 这有可能跟原问题同样困难 假如omega的形状很复杂 我们不知道omega的体积v 于是就没有办法求蒙特卡洛近似 为了避免求这个定积分 必须让集合omega是简单的形状 比如长方体 球体等等 我们可以拿公式直接算出 长方体或者球体的体积 不用做定积分求v 接下来计算每个样本xi的函数值fxi 然后求所有n个函数值的平均 再乘以集合的体积v 把计算出的结果记作qn 最后返回qn作为定积分的近似估计 我们来看一个二元函数的例子 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蒙特卡洛近似球派 函数f有两个变量 x和y 如果点xy在这个圆里面 那么函数值f就是1 如果点在圆外面 那么函数值就是0 定义集合omega为这个蓝色的正方形 随机样本都是从这个正方形里面抽取的 omega由我们自己定义 它可以是任何形状 只要它包含这个圆形就好 但是要注意 集合omega必须是简单的形状 否则求不出它的面积或者体积 思考一下 函数fxy在这个正方形集合上的定积分是什么 很显然 定积分就是圆的面积 i等于πr方等于π 用很基础的微积分就能求出来 既然我们知道定积分的结果等于π 我们就可以拿蒙特卡洛来近似计算π 拿前面讲的蒙特卡洛方法来近似定积分 得到的结果就是对π的近似 现在我们来用蒙特卡洛近似多元函数的定积分 第一步是随机抽样 从集合omega也就是这个正方形中随机抽样n个点 记作x1y1到xnyn 第二步是计算集合omega的面积 记作v 集合omega是个正方形 边长等于2 所以面积等于4 第三步是求每个样本xiyi的函数值fxiyi 然后对n个函数值求平均 再乘以面积v 把结果记作qn 最后拿qn作为定积分的蒙特卡洛近似 我们知道定积分就是π 所以qn是π的蒙特卡洛近似 这节课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用同样的算法求π 但是算法是从概率和期望的角度推导的 现在我们从蒙特卡洛积分的角度 推导出同样的算法 我要讲的最后一个应用 是用蒙特卡洛来近似期望 这对统计学和机器学习特别有用 定义x是D维的随机变量 通常把随机变量记作大写字母 把观测值记作小写字母 函数px是个概率密度函数 它描述变量x在某个取值点附近的可能性 它有这样的性质 把px关于x求定积分 结果等于1 举个例子 定义在0到t上的均匀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 是常数t分之一 所有点的概率密度都相同 所以它叫均匀分布 另一个例子 1元高斯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长这个样 它由均值μ和标准差σ来决定 来复习一下函数的期望 fx是任意的函数 它的变量是地围的向量 函数fx的期望是这样定义的 把x作为随机变量 x的概率密度函数是px fx乘以px 在整个地围空间上求定积分 结果就是函数fx的期望 直接求这个定积分不容易 尤其是当变量x是高维向量的时候 所以通常用蒙特卡洛来近似求期望 具体是这三步 首先是做随机抽样 现在不再是均匀抽样 而是要根据概率密度函数px来抽样 对于高斯分布等常见的概率分布 都有现成的抽样函数 Python和Metlab都提供随机抽样函数 把刚才抽样得到的随机样本 记作向量x1到xn 第二步是计算每个样本 xi的函数值fxi 然后求所有n个函数值的平均 把平均值记作qn 最后是返回qn 把它作为对期望的估计 样本数量n越大 蒙特卡洛估计越准确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已经讲完了 你应该已经了解蒙特卡洛是什么了 我最后解释一下蒙特卡洛这个名字 以及简单介绍其他的随机算法 蒙特卡洛这个名字来源是摩纳哥的蒙特卡洛赌场 这个读场已经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了 非常有名 蒙特卡洛算法的名字是由Nicholas Metropolis起的 首先出现在他1947年的论文里 Metropolis是统计学大师 他对统计学做出过很多贡献 如果你搞统计和机器学习 你肯定听说过以Metropolis命名的蒙特卡洛算法 蒙特卡洛算法的定义是这样的 Algorithms that rely on repeated random sampling to obtain numerical results 蒙特卡洛是一种数值算法 靠随机样本来对目标做近似 蒙特卡洛算法的结果通常是错的 比如对π做近似 重复几千次也就能得到3.1左右的精度 不可能得到精确的π 既然蒙特卡洛的结果通常是错的 那为啥蒙特卡洛算法这么重要呢 虽然结果是错的 但是离真实结果很近 做统计和机器学习的时候 一个低精度的结果就足够用了 根本不需要精确的结果 比如随机梯度下降就是一种蒙特卡洛算法 拿随机梯度来近似真实的梯度 虽然不精确 但是可以大幅减小计算量 蒙特卡洛是一种随机算法 除了蒙特卡洛还有很多种随机算法 研究随机算法的人都很喜欢拿赌场来给算法命名 拉斯维加斯算法指的是结果总是正确的随机算法 比如随机快排就是一种拉斯维加斯算法 随机快排算法随机选取支点 所以有随机性 但是随机性不影响算法的正确性 快排算法的输出总是正确的 还有大西洋城算法 指的是一类多项式时间复杂度的随机算法 它们能保证正确率大于75% 如果你重复这种算法很多次 正确率就会接近100% 如果你发明出某种有用的算法 你可以自己起名字 比如可以起名叫澳门算法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